第四季 第四季 嗨 蘇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見場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又是我們的投手實戰 今天的話我們要實戰的卡片是 上次是實戰17年的Top卡 那我們一樣 這次是實戰相對比較低的卡結 我們這次要實戰的是 18年的Top卡 8月的秋昊君 那就秋昊君系列卡片來看的話 他這個後期有強化過後的球種是這個 四角球種配曲球 那我是一律建議手動 選這個後來就是整理過後的五球種 而不要去選像這種 四球種的甚至是這種三球種的就不要了 好 那秋昊君的卡片其實 因為他的球數設定的 欸 球數的初始值 不是設定 是初始值 都比較快 所以變成說秋昊君的卡片其實蠻多可以選的 像這個五月的 二三年的阿 然後十月這個都不錯 那今天我們要實戰的是這個 18年的八月 這張的話球數76其實還蠻夠的 那前三項的話都有不錯的數值 球種的話八月這張是有調整過的 那價格也不貴 一張就七千多萬 好 裝備配置的話長這樣 我用的是全S裝 然後偏向去壓變化一點 等一下大家看數值就知道了 正常來說你們不一定要去壓變化 然後這張的配點長這樣 這張是1335 然後技能也是滿的 好 搭配這個教練團之後 我們調整一下喔 等一下要打手動 因為最近在掛模擬 好 搭配教練團之後數值長這樣 因為他有狀態修正 所以不會有綠連以下的 所以這張等一下上去 除非遇到克制 不然就是全能力150 好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到實戰的畫面吧 好 進入到對戰的畫面 好 那這次要對上的是 這次是 喔 這次是對上楊劍斧 這張其實數值 欸 現在不準 那我們就 短暫的帶一下打擊的部分 順便講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那這張楊劍斧的話 因為他設定只是在這個側頭的部分 所以說他的軌跡上面 還有他的球速上面 會比較不太一樣 這一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像剛剛那顆直球 其實會有點 就是小小的 感覺會晃的感覺 那就特別注意一下這個 還有 對 還有這顆 生卡球 就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球路會比較會晃的感覺 好 第二棒的伍傑瑞 那這邊就是他現在的數值 基本上 加10就可以到現在 145的狀況 其實是蠻好的 好 那剩下的部分的話 就 到衛珍這邊去看喔 好 那我們換上今天要實戰的 18年1335 Top卡秋號軍 然後這個狀態是綠連 全能力 全能力 不是全能力 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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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1335其實是可以調整狀態的 所以他只會往上點而已 那這場是剛好遇到這個綠臉 送出一個三陣 接下來第三棒的潘傑凱 先來一顆內角二縫 喔這種全部150的 投起來真的蠻舒服的 就很準啊 像這顆 真的是很準 好接下來第二局的投球 總一真的很多左打欸 好沒話其實 其實才幾顆 好先來兩顆外角 一顆外角第一顆外角高 喔馬上被打穿 90度的揮擊 外角高一樣90度 好接下來是林子豪 好像也是左打 喔抓一個衝殺 好沒問題 其實我比較習慣配外角 這個位置其實我蠻喜歡丟的 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位置的曲球 唉唷 唉唷 得磚啦 好輪到林黛安 一樣這個位置 曲球的話他會轉出去啦 啊只差就掉下來 真的超準 啊一樣的位置 曲球他會轉出去 然後丟一顆滑球一樣的位置 好都沒有掉到 然後這時候就 直接轉到 內角片高 內角片高 然後這時候就 平飛球 內角再高一點就穿啦 好第三局的投球 首先要面對到的是承接線 先來一顆外角低 這球應該有機會撿吧 好一顆159 我怎麼覺得好像 是我的錯拳嗎 我怎麼覺得好像比較慢啊 但應該差不多了 好這球 直接消邊的外角高好了 解壓到 應該是沒問題 好輪到鄭凱文 投的開一點好了 先一顆滑球 應該沒有問題 三壘的 這三壘 應該是三壘還是遊擊 反正三壘手衝出來了 好滾地球 刺殺出局 輪到的是承用機 好一顆曲球先搶一顆好球術 所以這邊配一顆指插 好然後我剛才應該沒有配過 這個位置 好這邊配一顆看看 應該是快球 再一顆 然後左下 現在直接留右上 二縫線 OK解壓到 沒什麼問題 好三局 沒十分 九局的頭球 九局的頭球 今天的節奏感覺特別快 雙方現在還是0比0 唉唷 喔第一次看到耶 投手正前方搶氣球 哇打了這麼久耶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這個 哇靈近開 哇這局的防守 好不同意喔 喔有啦 有像現在統一啦 現在統一 防守 比起之前有一段 一直狂失誤的時候好多了 好輪到潘武雄 會不會一棒說再見啊 我打了這麼久真的 真的第一次看到 投手搶氣球 然後直接被投手結殺的 欸 欸來一顆內角高好了 會不會講完然後被開轟啊 那這棒的數值也是蠻恐怖的 雖然其實他好像每一棒都是這個數值 欸內角高直球好了 那體力有點下滑了 OK 等一下延長賽開個體力恢復 好延長賽的十局下 也就是最後一局了 反正這邊我確定是 要嘛合局要嘛輸掉啊 好首先要面對到的是靈子好 我覺得曲球超危險 來個內角的只差球 真的超準 一樣的位置 好馬上把球速搶回來 那就外角只差吧 內角球 左外也應該可以啦 好 再大力一點就出去了 可能這隻模組不夠大啦 一定是這樣子 不然就出去了 好接下來是 國際賽有開轟的林靜凱 整整這邊就一棒結束掉了 這個應該掉得下來了 哎呦好恐怖 然後一樣位置 滑球 我很喜歡丟這種銅點 然後長得很像 對 就有機會碰 就是有機會去 吊中打者 哦是蘇智傑 比較大隻版本的 不過這張特色真的就是 在他可以守二雷啊 會不會我講完之後他直接給我開出去啊 還敢講我這隻模組做的比較大隻啊 哎來一顆這裡好了 假裝是二縫線的直球 OK好 有效果 合局 間諜二縫線 還是間諜之球啊 不管 反正這個是合局 雙方的話安打說都不到五隻 這代表這兩張壓制力其實我覺得啦 都還蠻不錯的 所以如果你統一有完 哎 楊劍斧可能不算 楊劍斧可能不算是真的存對啦 就那時候應該在新農 但是如果你是覺得 哎有球員就OK的情況的話 雖然說那張楊劍斧是設定在這個 側頭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就整體的球路來看 還有他的 啊應該你們要到衛城這邊去看 才有辦法看到 有一球我有去到咧 那球是有被抓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 其實我這邊也是順便 測試一下這個楊劍斧的抓到的狀況 結果剛才這樣打起來的情況來看的話 搞不好 因為其實我自己蠻喜歡楊劍斧的知識 還有本身球員甚至他的球種 就搞不好 哎我可能未來可以考慮一下 可能會入手 那張數值其實也不差啦 好那今天這部就咧們結束了 就給大家做一點參考囉 順便講一下 對這個 楊劍斧的話 我覺得 他的變速球 還有他的升卡球 甚至是他的直球 這三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他學生頓知道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拜拜